长安省医师工会这次所召开的会员大会一共有80多位会员出席 由医师工会理事长吴基夫主持 卫生署林副署长曾经代表掌管致辞 全省各县市的医师工会代表曾经在会中讨论了20多项提案 其中包括建议政府及早实施新医师法 严密的提防密医利用法律的漏洞出资经营医院 并且响应蒋院长的社会革新号召 全省医师应该加强自律等重要的事项